医院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咱们要介绍的是王明祥王大哥 王大哥在退休之前呢 在油田的建筑工地工作 一年四季啊都要跟着项目去跑 常年不着家 大哥说那些年呢 一个月能在家里待两天那都算多的 所以呀就总盼着能早点退休 好在家里陪陪老婆孩子 想想府 但是没想到啊好不容易盼到了退休 这好日子没过几年 老伴就去世了 现在剩下他一个人 是吃也不香 睡也不香啊 是王明祥王大哥吗 哎呀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原来不晚好娘小妮 王明祥69岁 丧偶 宋元市油田建设公司退休 退休金31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112平米 这我 开门这我 哎呀那下楼的没锁门 哎呀 您好您是 是你 我老婆娘 哎你好你好姐 我是原来不晚的童娘小妮 我猜猜一下啊 咱们这屋是多大品的啊 我瞅着地有100多吧 100多 112点多啊 天是熟是住这屋吗 我去住这屋 啊 就这屋 我去在这屋 这是我故意住的 和我外孙女朋友俩俩 啊 这俩床挺特别的呀 有蚊子啊 怕有蚊子咬嘛 那现在这不没蚊子了吗 现在他们他们他们俩也是住 所以每天只好去小区的老年活动室 打发时间 有车子啥的那块叫活动室 有车子那块 嗯 那对 横啊那小的 那采杆房那一样吗 对对对 那采杆房那是 那块都能平时干点啥呀 打麻将 嗯 嗯 打台球 打火锅 打福卡 打还有打平凡球的 可能是吧 一天开9个小时通期 嗯 早啥的时候 下午啥的时候 晚上啥的时候 哦 晚上到9点 6点到9点 那这9个小时 你会在那块待多长时间呢 我几乎差不多 等下给他待的 天天开9个小时 你再待9个小时 几乎差不多 哎呀天呐 那没定啥 没定去 太无聊是不是 就自己给家 在家也没意见 看电视也没啥意思 哥哥给无力不足 王大哥说 现在这日子啊 是真无聊 也是真难熬啊 以前工作累的时候 总想着能歇息 现在这彻底歇息来了 真是不适应 我就有天命 我已经经过野外 不在家施工 一年给家也没几次 就是开支了 月末 回来 剩下平常不回来 给家只能待两天 一个月在家就能待两天 两天到四天就那事儿 王大哥年轻的时候 在油田从事建筑工作 常年要跟着工程跑 十分辛苦 但那时的王大哥 倒没觉得自己有多辛苦 相反他却很心疼 留在家里照顾着一大家子的老伴 家里就没有老伴 个儿子领撒孩子给家 还得出去做点小买卖 你们跟老伴还乖不容易呢 成不容易了 那样没说那累 以前他已经生 生得牙生时间长 油田跟前的 各个食堂啥的 他往那送 连麦带送 几个人 也睡不着觉 一休就睡着二十觉 挺辛苦的 发现老伴是不是挺能 能干 提起老伴 王大哥的声音 也开始变得哽咽了 两年前 老伴因为糖尿病 和脑血栓去世后 王大哥的心 也跟着空了一半 他常念到的一句话就是 这辈子再也找不到 像老伴那样 惦记自己的人了 以前我说给野外吃得挺好 他不信 他老心疼我 后来上双羊了 我说饭食堂 现在不用花钱了 给食堂吃 活着可好了 不信就看 当你看行了 万一不惦记我了 就岔下了 以前总就一回来 姐妈买好吃 我们的孩子都跟我有意见 我爸一回来就好吃好了 我爸不回就不吃好了 王大哥说 老伴可心疼自己了 有啥好的 都得留着他回来的时候吃 即便是在弥留之际 老伴也不忘叮嘱王大哥 在他走之后 一定得再找个伴 免得孤单 后来说 你找不找 我说不找 你找一个吧 你找一个 我说不找 老呛 老伴劝的来说 到时候再找一个 嗯 他怕你自己是孤单 对 我说我不找 再找一个 是老伴临走时 给王大哥留下的话 王大哥说 老伴刚走那两年 自己根本没心思找 如今姑娘和外孙也不在这住了 自己确实是太孤单了 再找个伴也好 得找 能跟我过日了 也得 吃午醋 爸爸 再一个 会做吃的 有的还不会做吃 那也不行 我还愿意吃 愿意吃 会做好吃的是不是 原来我那伴会做吃 你看电视 看完 马上就给我做了 有事 想找个做饭好吃的 这是王大哥 在找另一半的要求 其实红娘能感觉到 或许在王大哥的心里 一顿热乎乎的饭菜 才能让他重新感受到 老伴在时的那些温暖 从王大哥这里离开后 我们的红娘来到了 同住在松原市的孙姐家 哎 姐 孙姐 哎 你好 我是原来父 红娘小妮 孙香玲63岁 丧偶 松原市炼油厂退休 退休金23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100平米 我这不老给外打工吗 这家还没跟我熟制 我妹妹给这玩麻将 我这就总会不着家 你这是哪天回来的 我这回来能有一个来月了 我老母亲就是五五头 这个还摔坏了 完了之后我这就给家休几天 休几天我现在送一送 那天给她做两顿饭 完了再给我弟弟送回去 这都一个单元 我哥兄弟姐和妹都在这一个院 那你之前在长春是干啥呀 我就做护工 就做保姆都干 孙姐告诉我们 自己这几年一直都在长春打工 从事护理老人方面的工作 工资虽然不低 但这活儿啊是真辛苦 妈那护工可遭罪了 就是说 他们半夜一休得起来五六回的都有 我们这个点就不能睡觉啊 你就起来给做了 其实红娘有点纳闷 要说咱孙姐也不是没有退休金 一个月两千三百元 在松原也足够生活了 为啥还要出去做护工 这样辛苦的工作呢 退休在家想想轻浮不好吗 人不能待着 待着就堕落了 连我这岁大 我都一天我都不想待 干活是一种乐趣 不觉得嫂子也 我们时候就待不了 我喜欢干活 多累的活我都能干 多艰苦多啥活我都能干 我从来都没醒过 我也不知道咋就这样性格 孙大姐觉得 这人啊就不能待着 与其把时间浪费了 倒不如出去多挣点钱 虽然年纪大了 但自己也不怕累 更何况姑娘那边现在困难 这做母亲的能帮就得帮啊 我这打工吧 是这样 我退休金给我打败孙女花 我打败孙女今天都19了 就像你这么高 长可近了大娃娃似的 她是这样的情况 她有病了 我得帮我姑娘啊 孙大姐说 自打丈夫20年前 癌症趋势后 自己一直跟女儿相依为命 女儿就是她的全部 现在姑娘那边的生活不宽宇 所以啊自己的退休金都给外孙女花了 孙大姐总想着 趁着自己还能动 能攒多少是多少 将来也好能少给女儿添点负担 我干75都没事 我这样洗 她哪累啊 那我这结实 我这干活50岁人我都不服 我还稳重 我还手还轻 要不是我个个可优秀了 真优秀啊 孙大姐说 自己的确要强 但这些年也没个靠山 不要强砸整 如今把女儿的两个孩子 都经营出手了 孙姐啊 也想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我这是一生 也没疼你爱的 你说是不是啊 也挺苦的 这说寡妇 这啥都得我自己 你就扛着吧 啥事不得吗 没啥条件 就是好好活日子的 能真心疼我的 个也不要太高的 就跟我差不多的 完了呢 有素质的 会说话的 这些年折腾也累了 孙姐是真的 想找个肩膀靠一靠了 再找另一半 孙姐想找个素质好点 温柔点的 这王大哥不正好就符合吗 想到这儿 红娘带着孙姐 来到了王大哥的家 到了到了 哎 您好 来 进来进来 您好 进来吧 哎 您好 介绍一下啊 王明祥 孙香灵 你呢 握个手 握个手 可以吧 看着顺眼睛 有眼圆吗 我还行 瘦呐 除了瘦点以外呢 她瘦吧 我就是说一个月两夜 我可能给她调过来身体 我在绿水花园 你知道吗 郭欧亚那个道 哦 那边是啊 对 那边是我 我那个就 那天欧亚那天 你们给大道走 我都能看着 我是四楼 仅把第一个单元四楼 那天 初一天在夜 我见她买肉了 你啊 我买肉 我叔给哪看 你不明白 我就没敢说 咋瞅着眼熟啊 眼熟啊 那个啊 我们那个啊 新开一个超市 那人山人海的 哎呀 这多时候 完了我就想给哪看 我待会 头一坐一下 你就给哪碰住了 碰住 要不说 缘分之事还真是奇妙呢 孙姐家和王大哥家 离得特别近 也难怪孙姐 看王大哥有点眼熟啊 兴许买菜的时候 两人没准都碰到过 看她的脸色挺好啊 挺红的 啊 学不学 我早上现在 血糖咋样呢 学上还行 多时候 总是5点4 没吃空腹 就空腹一直都是 空腹 那吃饭呢 空腹饭 5点4正常 没搞过 我说不能够两桌回车 学压搞不搞啊 学压 大概5点4 看看 学压搞 天天吃姜片早晨 妈还吃药呢 嗯 还吃啥药呢 就吃姜片早晨一片一片一片 哇 血压搞了 你家有没有吃血压的那个 有 你拿了吗 咱俩试试 改口了 你问怎么来 是 咱俩别捂着我吃我整 这样低一点吧 嗯对不低 145 因为之前从事过护理病人的工作 所以孙姐 所以孙姐多少懂一些护理常识 而且啊 因为看多了 生老病死 孙姐对两个人的健康问题啊 要更关注一些 那你在饮食上调整一下也能好一些 饮食我这一天 你都吃啥呀天天的 大米饭 早晨 早晨大米饭 再糖饼 吃馒头 烙盒子 好温暖 啊 喜欢吃糖饼 我买糖 一糖了 买了那天 那时候超市卖 煎了两块我一斤 我买了两糖 好 点肉 没说那肉怎么办 我这是伴儿老大夫啊 你那糖是 你那病是吃出来的高血压 你会不会老吃糖啊 吃糖不行啊吃多了 很多疾病啊 没说你都是糖累的 都是那啥的 你别说啊 就看咱孙姐这专业度 要是两人真能成了 王大哥的饮食条理这块 孙娜姐 那绝对是能给整的明明白白的 我常会做饭啦我 我做饭好吃的 到谁家都不来让我走吧 嗯啊 哎呀妈 多少人找我干活呀 我做饭好吃 就又想找我会做饭 做饭好吃 妈我都不用你伸手 我要做饭 我跟你说石的屋子就这么 就这么睡的屋子 我都早都得擦了 你一直会是吃饭 你都有啥挑衅 你想啊 我啊 嗯 我就说你能好好对待我呀 就真心实意 像对你老伴是那样 这我就知足了 你说是不是啊 那我都能 嗯 当然 不能留心眼子 嗯 到你家来就是你的媳妇了 可不能说过两年半 你有好的把我踹了 那多磕着呢 那我这一生都不能找了 看得出来王大哥这边也算是亮出了态度了 如果能走到一起 一定会真心实意的对待孙姐 就在红娘以为两人快成的时候 孙姐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想法 让王大哥听后啊 是直摇头啊 孙姐到底说了啥呢 咱广告回来啊 接着看 打从见面开始啊 王大哥就对咱孙姐挺满意的 听到孙姐擅长做饭 王大哥更是喜上眉梢 本想着接下来问问孙姐这边有啥规划和要求 可在听到孙姐的回答后 王大哥的心是凉了半截呀 想来退休啥的话 我就心里脸不能呆着 你说啊 就比如说你手里也没点钱 他有病也没多少钱 我有病也没多少钱 想来咋整 俩儿就是能干的啥 开个小超市啥的 那一年也挣个十万八万的 这不都给养老 这不都能有基础了吗 你说是不是啊 二万万有 够吃花就得了 妈你咋这么一顿睡 妈你咋这么一顿睡 你老了我跟你说 你这有病咱们要躺到医院就得十万八万 知不知道 咱还有几个十万八万呢 你说是不是啊 那你现在我老给医院待我不到吗 一个一个的去 卡卡的存钱 就往那里交钱 交完了家者都拿着 肾都不够用 你说咱要 就现在挺好 真要有病咋整啊 我认你我指不上 我这心子啊 这年轻轻的 咱老了还得指你 那多没正事呢 火的 咱们就是说能干的啥 咱得干的 不能呆着 开个超市啥脸 往那一坐 说我给你做点好吃 咱俩把钱挣着 以后有病咔嚓 咱俩都往出去拿 是不是挺好的 这你不能呆着 坐吃山空的 本来都是开那么点 那不有退销金吗 那多点吧 应该那三千块钱呢 哎呦我的妈呀 开超市也累挺 不累 不累我告诉你 人就换班歇着 一点不累 他不想干 他不想干 我现在不想干 以前想干 现在又不想干 现在一点也不想干 像我累挺干的歇着 现在就想歇着 就想歇着 小时候是我的 对 没必要想我 孙姐想开个超市 可王大哥却认为 这个年纪 就应该想轻浮了 没必要再折腾 很显然 两人在这件事上 产生了分歧 能理解 孙姐是个要强的性格 但这个年纪开超市 确实有点难为王大哥了 对此 孙姐又提出了 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一个月吧 能给我存点要费钱 这边 能啊 能 我说钱 你说说书就行 我别说书了 你看大家 他能给我存多少钱呢 你说到老了 是不是啊 你就我真要病了 就比如说撩 撩了就麻烦了 一月存是一年一存呢 你说 咱俩的伤了 关键是你 你说一月给我吃一回 我个存也行 你说一年存也行 你想咋的 我还真没考虑这个人 嗯 那现在说如果要是月的话呢 一个月一个月的 这一月多少呢 我还算是月的 八百块钱少不少 我觉得那八百块钱 这有点太少了 我怕 再多点也行 就是 到时候再瘫了一点 绰号 我还幸运 有添加 再多给一点 最后一千 不能超一千五 吵不吵 吵一千五我指定不行 在每月存多少钱的这个问题上 两人最后也没达成一致 所以还是决定做个朋友更合适 孙大姐想开个超市多赚点钱养老 这个想法呢倒是也挺好 但是王大哥说 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是真的累了 如今呢退了休 就想跟老伴两个人一起乐乐呵呵的想想轻浮 开超市这事啊 他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所以呢还是觉得跟大姐不怎么合适 那随后呢 红娘又想到了家住长春的江燕秋江大姐 江大姐呢人实在尤其能做一手好菜 没准跟王大哥能挺合适的